记者万瑜珍台南报道,5月里开满了康乃辛花,第二个星期天送给妈妈这首儿歌不少人耳熟能详,今年康乃辛却因盛产导致价格比去年降二至三成,台南善化东关里长张芳瑞自掏腰包,在母亲节前夕向花农订购一千只康乃辛,并分送给里内的妈妈们,希望让花农也能有个温馨的母亲节, 让收花,卖花的都开心,张芳瑞表示,东关里母亲节送康乃辛活动已连续十一年,今年应听闻康乃辛盛产,价格下跌,让花农有些苦恼,因此自掏腰包向中南部花农购买一千只花,分送给里内八百户妈妈们,也感谢他们的辛劳,为福,为子无私的奉献。 近期张芳瑞及善化区长芳瑞纷纷将康乃辛分送给里面,大家得知里长的善心也予有容颜,直呼今年收到一书特别的康乃辛。